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五十二回 话说 那位出窍神游的年轻天人 穿梭在青绿麦田之中 心意所致便是身形所致 也没有拖大到凑近杀气勃勃的耕楼子 站在百丈外的麦田中 伸手拂过尚未结碎的麦子 获上浇油的笑吻 接连跟洛阳和徐远兵两战落败后 你洪敬严已是落魄到这般凄惨田地了吗 都不敢出手 你这样的心境 别说是我于人间无敌手的王先知 恐怕过不了一年呢 连我也不是对手了 洪敬严平淡道 口舌之争 有何意义 两人嗓音不大 但是各自清晰入耳 出窍神游的年轻人点点头笑道 你天赋太高 总觉得天下第一人是天经地义的囊中物 于是很早就志在庙堂 可以说一开始就误入歧途 以后的江湖恐怕就没你什么事了 洪敬严冷笑 徐凤年 就算你已能神游 试图融会三角 借机摸着了陆地神仙的门槛 可你当真有资格对我妄加评论 徐凤年摇摇头 视线越过洪敬严望向柔然山脉的北方 我等你带着柔然铁机一同送死 现在啊 让开路 洪敬严嘴角翘起 你也知被我盯上 我不挪步 你便无法北上 徐凤年 你何时如此有自知之明了 一脚踏在天象 一脚踏入陆地神仙境界的年轻神游之人 摊开双手 两柄刀 一柄过河足 一柄春雷 从数千里之外的徐凤年腰间出鞘 一瞬握住在手 看来洪敬严不让路 无非就是一战而已 就看此生已尝试过两次败仗的洪敬严 信不信 事不过三 洪敬严皱了皱眉 然后舒展眉头 他侧过身 视意视线中的年轻人继续北上 北梁都不在他眼中 慕容保顶许诺的北院大王都不在他眼中 一个徐凤年算什么 徐凤年一闪而逝 留下笑声 嘲讽之意重重垂打在耕露子的心口 心如磐石的洪敬严 没有因为徐凤年的笑声而影响心境 只是愣愣站立原地 扪心自问 天下第一跟天下共主 无法兼顾吗 话说北蒙太平令 为女帝打谱的那座皇宫广场之上 凭空出现了一道飘忽不定的身影 皇城震动 身影一步步凌空登天 走到了大殿之顶 副手而立 似乎在遥望泰安城 片刻之后烟消云散 闻讯赶来的女帝啊 抬头望向先前那人所站的地方 并未动怒 只是略带悲悯神色 轻声笑道 啥孩子 大势所趋 就算北蒙吃不下整座重远 小小北梁 还是不在花下 你一人侥幸举世无敌又能如何 踏不了 就是第二个曹长青罢了 再说呢 幽州边境 贫瘠荒凉 但越是如此 劳作越是艰辛 容不得半点松懈 否则哪能从老天爷的牙缝里边 硬生生抠出活命的粮食啊 有一家三代五六口南丁百姓在绿洲沙田里耕作 不论老幼汗水流淌 如今差不多整个北梁都知道北莽要大举南青 富裕家庭啊 已经开始悄然动作 把之前的家当要么往东 要么往南迁徙 可是这有能力躲避灾难的富人 总归是少数 像这一家的穷人呢 还是多数 他们呢 只能听天由命 田地在哪儿 他们又只能留在哪儿 守着庄稼 守着收成 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年纪轻轻的新藩王 真的可以为他们扛下北莽铁骑的潮水攻势 老人其实并无太多遗憾 好歹过了二十来年的太平日子 可就是有些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们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 看了眼跟随长辈一起劳作的孙子 忍不住 咧嘴笑了笑 这玩意儿啊 念书随他爹 他爹又随自己嗝 都是瞧着书上的那些字就头疼 不过老人还是觉得 多念一天书 多识一个字也是好的 不算浪费银钱 老人摸了摸 被越来越毒辣的日头晒红脸旁的孙子那颗小脑袋 让他呀 去阴凉处歇息会儿 孩子嘿嘿一笑 小跑着在田边蹲着偷懒 结果仿佛瞧见了一位俊逸公子哥 可揉了揉眼睛之后 又不见了 再揉 又瞧见了 这让孩子摸不着头脑 直到那人走到他身边 坐在田梗上 孩子才确定 不是自己白天见鬼了 这质朴的孩子壮起胆子问 喝水不 那个在南则去在北则散的身影 微笑着摇摇头 望着田间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 他轻声问 今年收成会好吗 孩子愣了愣 他哈哈的说 今年雪大 该是不错的 那位公子哥笑着问 家里有人投军吗 孩子难为情的说 没呢 我爹以前倒是想去 可没选上 似乎是怕被身边的公子哥看清了 孩子一脸认真的说 等我大些 我一定要去的 杀被蛮子 挣大钱寄给家里 嗯 还有护着咱们家 还有 我告诉你啊 公子 可别跟其他人说 咱们村里的阿美长得可好看了 她一直都不搭理我 我长大 一定要娶她做媳妇 因为她姐就嫁了一个在边关那边当兵的人 我前几年见过一次 可威风了 所以我也要去打仗 公子哥点了点头 一大一小 一起都在忙里偷闲望着远方 等孩子终于回过神来 身边的公子哥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孩子后知后觉 蹦跳起来跟爷爷嚷道 我见着神仙了 老人笑了笑 只起腰抹了抹汗水 难难道 这孩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咱们翻回头来 再说酒楼这边 起身还都有些忌惮那位佩刀公子哥 不过当他起身后 也不见他如何气急败坏的要让谁好看 就那么傻乎乎的蹲在捧琵琶说书女子的身边 自然而然就给当成了一只 有心要英雄救美 却没力气拔刀相助的绣花枕头 这样胆子小的富家子弟 在北梁可不多见 那几桌丢钱砸人的兵痞子 大多有些家事依靠 否则也不敢再寻成当职的功夫 跑来酒楼喝酒吃肉听人说书 再者 他们本就是在城内负责监视将种子孙 是否违法乱纪的假释 可以说那小子只要胆敢拔刀 他们就可以顺势擒拿狠狠抽上十几鞭子 再丢入大牢 没有两三百两银子 根本就别想把自己捞出去 怀抱琵琶的二玉 仰头望着那个眼神涣散的公子哥 虽然相貌扁了 可他确定啊 他就是他 那个游历北马 跟他爷爷同桌而坐的公子哥 不知过了多久 自称北梁王的他 似乎清醒过来 死气沉沉的眼神 富归神采奕奕 他转过身背对着他 徐凤年对流露出如是重负神情的徐衍兵 平静的说 守住大门 黄浦平很快就到 那个青丝晚起的女子 换出六尊法相 仍是没能阻止天人远游 脸色古怪 好似第一次认识这个男子 那徐衍兵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出声 他走到了酒楼门口 闭目凝神 有九客 察觉到情况不妙了 想要脚底板抹油 只是尚未走进大门 就给撞飞出去 徐凤年缓缓走到那几桌 纷纷起身的假饰附近 手指按住一柄 从腰间解下来搁在桌上的北梁道 那名啊 本该在城中管树市家子的幽州游记 使出吃奶的劲头 都没能抄走配刀 十几名假使 以一位壮硕都位为首 他们眼力不差 知道我碰上了扎手的点子了 却也没有刻意示弱 他沉声道 这位公子 本位皇义 出身颐和郡皇室 你自行点亮点亮 今日 你我个子让一步 本位还能当你是个兄弟 走出这酒楼 你在一和郡境内喝酒 保证不需要你开销一颗铜板 徐凤年面无表情 这话 稍后跟黄浦平说去 出自一和郡望的都位 心头俱阵 正要开口 就听到酒楼外传来一阵 急促而不嫌紊乱的马蹄声 听马之兵 这是老族都该有的本事 这名都位显然作风跋扈 可一身战阵武艺可不马虎 游州兵就算是比边军次一等的境内数族 比起那灵州 还是要强手无数 都位一咬牙 阴沉冷笑 游州将军 士官大 可家父当年跟燕的将军南征北战多年 这也不是黄浦平 他想惹就能惹的 徐衍兵任由穿着武将官服不曾披甲的黄浦平 大步走入楼内 今天第二次见住了那位北梁藩王 这位游州将军也不言语 五体投地磕头跪拜 徐凤年提起那柄普普通通的北梁刀 不理会满楼骇然的酒客 走到黄浦平的身前问道 我只问你一句 酒楼之事你知不知道 黄浦平趴在地上颤声道 官邸离此不过三条半街 末将有所听闻 只是末将身为游州将军 只敢治理一州军务 不敢越界插手一州政务 徐凤年笑了想 真是一个恪守本分的称职将军 把游州军权交给你 本王想不放心都难呢 堂堂正三品 而且实权的不能再实权的游州将军 就这么大气都不敢喘的 死死的在地上爬着 徐凤年伸出一脚 直接把黄浦平 本就紧贴冰洋地面的头颅 一脚踩下 怦然作假 附近看客都瞧见 幽珠将军脸面触及的地面上 躺出血水来 可这位曾经在初春葫芦口大月上 灯台露面的将军 仍是一动不动 徐凤年眼神冷漠地望着黄浦平的后脑勺 他自言自语道 给了你权柄 你既然不敢得罪人 本王 自己来便是 徐凤年突然伸出一臂 还来不及叩见北梁王的都尉黄翼健壮的身躯 不要自主向前扯出一个狼狈亮枪 北梁刀出鞘 地上多了一颗头颅 徐凤年随手推开颓然前扑的无头尸体 那些再傻也知道遇上了新梁王的假使 拔刀相向那是打死都不敢 北梁王的身份就足以让他们不敢动他 何况这位微服私访 幽州州城的北梁王都被说成是一个亲手载调提兵山第五河的决定高手 他们的家世背景都不如那都尉黄翼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保命符 就只好跪下来告罪求饶 徐凤年抬起那柄北梁刀 刀身雪亮如光洁镜面 虽然还没有换成新出炉 昵称崇孙的第六代梁刀 可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天下风锐第一战斗 随着徐凤年的双指抹过 那些跪着的邮寄甲是一一脑袋坠地 加上头一个遭殃的都尉黄翼 一十六人死得一干二净 徐凤年将手中梁刀归翘 丢在黄浦平的身边 随便丢下一句 你跪着就好了 然后对徐衍兵说道 把幽州副将乐点喊进来 一名青壮将军快步进入酒楼 跪在黄浦平附近 不敢去看满地分尸的场景 更不去看那跪下的黑压压一大片的酒客 只听北梁王轻描淡写的歌去了一句 楼内所有人家产超莫 只要是有一官半职在身的 马上拖出去给我杀了 地上这些邮寄尸体 你派人挂在幽州将军府关底的影壁上 放出话去 本王就坐在将军府 谁想见本王 收尸也好 求情也罢 将军府门那边都不拦着 徐凤年走过去牵起二玉的手 走出酒楼 女子怀抱着琵琶 漠然无语 坐入马车 缓缓驶向幽州将军府邸 徐凤年正襟危坐 没有去看女子 只是轻声道 为我说书 不知道 我方才这趟出窍神游啊 就是想知道你们爷孙二人 一个搭上性命 一个搭上女子真洁 还是要为北梁说话 直当不知道 我走过了很多个地方 答案都是否定的 直到最后一处 瞧见了一家不知什么天下大事 只知道辛勤劳作的北梁老百姓 才觉得很多事情谈不上 直当不知道 我已经对不起你们 就不能再去对不起那些良善百姓 二玉啊 我不敢奢望你开口跟我索要回报 一边让我心安几分 我只想跟你 还有你死去的爷爷保证 我肯定会死守边关 我只要活着一天 你们这样的北梁百姓 就多一天安稳日子 多一天也好 无怨言更无怨气的苦命女子 奄然一笑 抬起头望向她的侧脸 正要出生尊称北梁王 但是马上又收住 她摇头柔声道 徐公子 你不见我们什么 我爷爷说你是个好人 我也觉得是这样 二玉相信爷爷全下有之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我就不去将军府了 让我下车吧 马车停下 少女跳下马车 走了一段路程 转过身 怀抱琵琶 朝马车那边 微微屈膝 失了一个万福 原先一直在附近屋顶 跳跃的呵呵姑娘 蹲下身来 蹲在瓦片上 扛着那根不愿离身的向日葵 哭杆子 默默无言 六珠菩萨等少女远去 这才进入马车 跟这位北梁王相对而坐 后者双拳紧握 搁在膝盖上 沉声道 滚出去 烂陀山女子先师 并未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倒 自身自在 是小自在 还有大自在可求 徐凤年抬起头来 他冷笑一声 滚你娘的大自在 滚凉红枯 草字般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孤零碧露 不宇旧一湖 滚王江山寄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